关注黑生健康华科 大家好我是黑生 国际医学的四大期刊之一 柳月刀 发布过这么一个研究 在我国慢性肾脏病患者达到1.323亿 患病率达到10.8% 也就是说每1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得慢性肾病 所以这个慢性肾病 它有一个称号叫做沉默的杀手 顾名思义就是杀人于无形之中 就算得了这一个病 我们一刚开始 有些时候也不容易察觉 就算有人察觉了 知情了也只有10%左右 这非常不利于我们早发现早治疗的这么一个原则 那么一旦发现这个慢性肾病 很多时候都是一种比较危重的这种情况 很多很多的这种花季的少年少女 都没有逃过这一个杀手 最后发展成为尿毒症 肾衰这一个结局 只能做这个血液透析跟患肾 但是这些可都不简单 单单说这种血液透析高昂的价格 治疗中的疼痛不适 还有治疗后的疲倦 而且治标又不治本 患肾可以解决根本 但是肾病可不是那么容易好找 而且后续的这种排异反应跟护理 这些东西都让这种生活的幸福感大大降低 那么这一个疾病究竟是怎么找上门的呢 我们要怎么的去避开它呢 下面从六个方面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第一点就是体重超标的人容易得这一个生病 王芳 张璐等发表过一个研究 超重或者肥胖的人群当中 慢性肾病的患病率为20.1% 第二点吸烟对肾有很大的损伤 在2016年来自密西西比大学的一个教授 他在JHA上发表了一个研究表明 吸烟者肾功能下降的比这种不吸烟的整体高83% 也就是说吸烟越多肾损害越大 那第三点就是糖尿病的病友容易病发肾病 肾的功能主要有经过这种肾小球肾小管的过滤的作用 然后把尿液排出体外 那肾小管重吸收的一个作用 维持肌体内的一个内环境的稳定 以及内分泌的功能 而这里的糖就是肾发挥了重吸收的一个功能 把糖又吸收回去了 不让它漏在尿里面 当然当一个人血糖升高的时候 肾就会拼命的努力的重吸收额外的糖分 久而久之肾就累到了 然后就肾病 所以说病友比较容易出现的一个病发症 就是糖尿病肾病 那第四点就是说血压高的人 得肾病的风险比较大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一个研究表明 以理想的血压为参照 正常高质血压发生这种周末期肾病的 这种风险增加1.9倍 那第五个方面呢 就是高血脂也是容易对这个肾造成损害的 中华肾脏病 杂志上有研究表明 就是高质血症的患者当中 慢性肾病的患病率呢 为26.8% 而且呢持续的高质血症 可以促进或者加重这个肾脏的纤维化的进程 那第六点就是尿酸高 也是一个伤害肾功能的一个因素 而且肾功能损害以后也进一步又会影响到尿酸 所以我们平时要非常注意的就是怎么去避开这一个危险因素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平时要有良好的生活习惯 适当的锻炼 做好一级预防来去争取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那第二个呢就是通过定期的体检 自己也多了解关于这种肾病的一些方面的知识 早发现早治疗 那么接下来就聊一聊究竟怎么去预防 第一个呢就是要控制体重减肥 第二个戒烟戒酒 第三个呢就是平时要避免高果糖的一个饮食 少吃这些奶酪蛋糕 少喝这些奶茶 如果是有高血糖的要控制好血糖 那第四个呢就是平时饮食不要太重口味 避免吃一些太多油炸的食品 有高血压的一定要控制好血压 第五个呢就是要减少高油高脂食品 吃饭要七分饱 那第六个呢就是少喝老火汤 减少吃这种海鲜啊 动物内脏等等 那煲汤时间过久啊 以及喝汤太多 汤里面的这个票龄啊 会比较高 从而呢诱发这个高尿酸血症 那尿酸膏不仅仅会引起痛风 还可能会伤害我们的肾脏 血液里面的尿酸超过一定的浓度啊 就会这种导致沉积在我们的关节腔里面 关节里面引起痛风 也可能会沉积在这种尿酸结石 沉积在这种肾脏堵塞肾小管 引起这种尿酸性的肾结石 而相当多的患者啊 不会察觉的到 知道引起这种严重的后续的反应了 才缓过神了 而损害啊 目前已经很深了 所以肾脏不好的人啊 汤里面的票龄 跟这个梨的含量很高的话 这两种物质呢 会进一步对我们肾脏产生非常大的一个伤害 过度的摄取票龄呢 可能还会导致这种尿酸增加 引起这种痛风性肾病 梨的摄入过多 又会进一步增加这种肾脏的负担 对肾脏不好 所以如果是喝的多这种含磷高的这些汤类之后呢 经常肾病会雪上加霜 因此我们做汤的时候啊 要注意两点 第一个呢 就是汤汁最好呢 煮一个小时左右 最好不要超过两个小时 鱼汤呢 就工之在一个小时以内 那么平时我们可以多吃这种蛋 蛋类 黄瓜 还有西红柿 西葫芦 等等 这些低票龄的食物 平时呢 每一天呢 也多喝一点水 喝一点五升水左右 那么最后呢 平时我们可以做一下这种尿肠规啊 血肠规啊 肾功能的检查 定期呢 去医院进行一个体检 好的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主要呢 主要呢 就跟大家聊 就是说我们啊 一定要去重视这个肾病啊 啊 这个非常的高发 而且呢 到后期呢 对我们身体产生非常大的伤害 对我们的健康 对我们的一个家庭啊 经济都会有很大的一个负担 所以大家一定要啊预防重于治疗 也跟大家讲了啊 什么类型的人群是容易得着一个生病的啊 针对这一个啊 病因我们有针对性的把我们的各方面的一些饮食啊 啊 行为啊 等等各方面的生活习惯 把它啊 纠正啊 养成这种良好的一些生活习惯 同时呢 也着重跟大家讲的 就是说我们其实日常生活中有一种食物是非常容易影响到我们的肾的 伤到我们的肾的 那么就是老火汤 包了时间太久的汤 里面呢 还有这种高漂领高领 对于我们肾炸都是有很大的负担的 好的 如果大家觉得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欢迎给我一个点赞 大家的点赞 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那么也欢迎大家把视频转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让大家一起去关注我们肾脏的健康 好的 如果你有其他想要啊 了解的一些话题啊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告诉我 那么下一期就讲你想听的内容 大家有什么疑问呢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啊 回省有空的时候也会给大家回复的 好的关注回省健康华科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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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